《经济日报》今天的股推计是中海外688 五简选原因是 内房政策预料会趋向放松 内地多住住房公积金贷款出现松绑 银行审批放贷的进度加快 预料有利内房股 股份关注财经实力较强的中海外 截至去年6月底 中海外做到三道红线 剔除预收款项后的资产负债率大约70% 正负债率大约100% 短期现金短债比少过一倍 零踩线 公司资产负债率大约60% 正负债率大约34% 平均融资成本大约3.6% 都是处于行业的低位 财务具有优势 中海外昨天收报23.5毫升了0.2% 策略上没有持货的朋友可以看 在22元附近小柱收集 目标是看27元 对应6.9倍 2022年的市盈率 有15%的上升空间 跌穿20.5%应该自舍 在22元附近小柱收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